我要把这个命名就除命名一下 这可能就多打个二吧 离一个除了一点 哪倒了一个错 然后这个item 没有 没打开错地方 这现在接口不罢错了 咱们定义这么一个接口出来 这个接口会给它传这么几个参数 这个view是吧 这个改规范 然后这个也是p item也会给它传出去 这个时候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电量 定义一个全局电量 这全局电量叫什么呢 就是咱们这种接口 接口这么一样 然后在这个里边 要把它给转化一下 然后我们做一个强制转换 因为我之前直接是让传的这个接口 我还没有试过这个强制转换 应该也是可以的 咱们今天就用这个强制转换 然后来这个变量传进来 也把它给初始化了 对吧 初始化过之后怎么办呢 咱们是不是把它传进来 这个activity 强制转化成一个监听器了 你在那了 然后怎么弄呢 当发生点击事件的时候 咱们要用这个监听器的什么方法啊 点击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发什么过去啊 这个咱们稍微也给它改一下算 给它改规范一下 这个变数成了什么 0 给它改成p adapter adapter wheel 就叫它这个名字 这个就叫p p wheel 另外两个变数的话 一个是位置吧 我觉得这个 最后一个好像是 好像是用不着 最后一个用不到 咱们这个最后一个不管 用不到 然后咱们传要传什么呀 首先你得到这adapter了 你是不是要把atom就标出来啊 对吧 atom就去出来了 呃 p adapter adapter 然后 就是这个吧 对吧 然后把位置传进去就可以了嘛 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就把这个 这个点击点击的item里边 这个一项 实体材材给取出来了吧 对吧 然后要做一个强制转换 转换成之后 你掉这个接口 把它给传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怎么办呢 咱们有这个接口了要怎么办 有接口要怎么怎么接口啊 对啊 谁用谁实现就对 是这个吧 填一个方法 要实现方法了吧 了解不了解了 好咱们来试一下 看现在这个到底起作用了没有 咱们把它直接给因为传来有文字 咱们直接就把它弹出来一下 item有了 咱们就肯定能获取这个 title 对吧 这些事用一名 好咱们来运行一下 我说这个菜单 这是咱们刚才添的 点它一下 转换帮助 这就叫回调 对不对 咱们之前以前经常这么做 对不对 实现一个安卓的什么什么接口 结果你点了一下 你在你复写了它的什么 uncleaner什么点击事件之后 就能截取到它的事件函数 对不对 所以说怎么做的呀 安卓里边也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要实现接口啊 你实现了之后进来 把它传进来一转换 它这边直接在调用你传进来的 你自己本身这个对象 它再给你传回去 对不对 这就是函数回调的作用 你这样写的话 这好处很明显就看出来了吧 谁用这个接口 谁的业务逻辑 你自己你想怎么写怎么写 我不管 我只负责把这个事件 我告诉你 我现在有人点我了 我只负责把事件传给你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回调就非常的有用 你在一个部类或者什么 被调用的这种类 让它去通知这个子类 这时候就用这种回调 对不对 好 讲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 基本上我们这个 封装这个菜单 这个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来 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这个 itom 对吧 有了 然后slid menu view 这个也有了 对吧 这里边咱们封装了什么 open close 对不对 打开关闭 添加 绑定 并且咱们还自己实现了一个监听器 然后 我们又在这个 activity from里边进行了一个二次封装 对不对 咱们封装了 呃 生成菜单这个方法 对吧 但是封装了还不太全 我这里边先不封装 咱们底下用到了之后 再进行进一步封装 对吧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其实应该还有一个控制打开或者关闭 然后移除这个菜单 还应该有这个 咱们底下用到再封装 对吧 基本上这个封装这个死里的空间 菜单空间这个 我们就 基本上结束了 然后今天呢 我们再往下再多进行一步 按照咱们这个第二个阶段 咱们要做这个人员管理和这个账本管理了 对吧 咱们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讲 然后这个空间什么主界面 咱们回去就可以自己就是把它给做起来 对吧 咱们的主框架现在已经初步完成了 剩下的工作就是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往里边签 好 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的这个 一些课程目标 实现这个人员的管理 账本的管理 对吧 在这里边咱们又要封装一个通用的数 数据库 访问类了 咱们刚才封装了 Base Adapter 对不对 什么Activity Base 数据库还可以封装 因为你稍微想一下 数据库的操作 你再怎么做 我不管你是什么Circulate 什么Oracle数据库 Circulate 再怎么做 都是增山改查这些操作吧 所以说 凡是这种有规律的 有规则的东西 并且你在大量的重复的 去使用它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把它给封装起来 知道吧 然后使它的这个复用性更强 偶合度呢 又变低 对不对 然后 一个是通用的访问数据库的 这个类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咱们刚才也都用了 对吧 Lease View Adapter 其实都用过了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对话框的一个使用 对吧 产生对话框 另外一个 Content Menu菜单 这个系统的上下文菜单 这个应该先前应该都 都其实已经用过了 是吧 包括在 Dialog里边 加载这个自定义布局 然后另外一个 先前三地 三地最早在讲课时候 说过这个反射吧 当时可能是不是 还有一点不理解 对吧 咱们在 下点的人员管理和账本管理的时候 就会用到一个反射的技术 咱们就可以到时候实际来理解一下 好吧 好 咱们就 继续开始本章节的内容 本章节呢 主要是分这几块 我们首先呢 先 因为 咱们在咱们这个数据库里边 用的是那个 在咱们这个项目里边 用的数据库是 SERCULATE 所有的这个人员啊 账本啊 这些操作数据什么 不管类别 都是存在SERCULATE里边 好 咱们下面就开始 看一下咱们的这个 内容 在这里 里边咱们要做这么几项工作 SERCULATE Database Config 这个从字面意思 能大概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类干嘛的 对 数据会有各种各样的配置吧 对不对 数据库里边 数据库名字 因为 咱们先前 用那个 SERCULATE 那个 什么 Help 是不是 这些都要往里边传的吧 对吧 就是说这些东西 你不要硬编码 写个字符 你最好弄个配置文件 总机管 知道吧 这是配置 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咱们自己封装一个 SERCULATE SERCULATE HELP 出来 对吧 然后这里边 这两个应该你都知道 对不对 这个呢 Transaction 事物 数据库的事物 数据库的事物 这个了解不了解 对 就是 对 也就是说你要 因为你数据库操作 不可能每次 都是一条数据 对不对 有可能是多条 好几条 所以说这时候就需要保证你 在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比如说你 插完第一条的时候 对吧 你在插一个账目的时候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插了一个新账目 对吧 这时候你需要在那个 汇总表里边 把这个新插入了 这个账目的费用 也插到这个汇总表里边 把汇总表 把这个新账的 这个金额也加上去 对不对 结果这时候 你刚插完这个 刚插完这个 手机 刚在数据库里边 插完这个账目 结果你插第二条的时候 你由于程序 有错误 你插入失败了 这时候麻烦了 你账已经插进去了 你的汇总里边 没给他加上去 你这账你不就乱了吗 对不对 这是很有可能的 对吧 谁也不保证 他肯定程序写的 什么错也没有 所以说你 通过试入这种方式 就可以保证他 比如说你在 插入完第一条的时候 第二条插入失败了 这个时候 你通过试入 可以使他回滚过去 使插入了第一条 也没有 也就是说 只要成功就全成功 有一条不成功 就回滚过去 这就是事物的作用 咱们在这个里边 会把事物也用起来 然后呢 Secure Help封装的是 呃 是因为继承的是 Android那个 HELP 那个 是什么 Secure Light Help 记不太清名字 那个 做了一层操作 另外一个 咱们要封装什么 咱们有 Adapter Base 对不对 Activity Base 这时候又出来什么 Secure Light DAL Base 这就是数据库操作层 数据库操作层的 这么一个 好咱们先 还是按照先前的 一步一步做 先把什么给做起来 先封简单的 先把这个 配置给做起来 对不对 我们继续往下建 这时候又该 又该往里边 新建包了吧 对吧 建一个什么包 咱们先前那个包 是怎么定去的 看一下吧 Database 下表就分两个 是吧 一个Base 一个叫Cite of Light DAL 这DAL就是什么 数据库操作层 知道这个就行 然后 几句变 这个Base 这个Base 对吧 然后这里边有就有一个类叫 我把名字直接就复制过来用了 新建一个类 configure这个类 其实这个configure 只是里边单纯只做配置就行了 这个具体配置就有什么呢 这个我就不一个一个敲了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 咱们直接烤过来用就可以了 还是其实还是有点复杂 这个我烤一部分 然后一部分手写 一部分往里边敲 我把这个配置 这个不复杂 还是有点复杂 这是几个基础的配置 这应该都很容易看明白了 然后这里边改一下 这个约定也不规范 这个命令也不规范 静态电量在安卓里边都是那个什么 大型是吧 用下滑线分开 咱们也改一下 加个下滑线对吧 然后这个数据库名字就叫这个 对吧 对了位置 然后这个版本 数据库咱们那个记不记得 那时候传 传 参数时候都要有一个版本 对吧 这个也要放进来 这些都是静态电量 并且不容易修改 然后这个咱先不看 咱们继续往下写 我把这个命名也给规范一下 都给全部转换成大型 因为康飞的这文件 在这个里边 咱们用一个那个什么 用一个 算是简单的设计模式 叫单递模式 这个知道吧 单递模式就是为了防止它 生成你这个 用拗方法生成你这个 类对象 保证在这个 整个系统里边 只保证有一个对象存在 这个应该按照正常能理解吧 咱们这个 这个 在这个项目里边 应该只只保证 只能保证有一个 在康飞的配置文件吧 对吧 所以不 也不能允许它能拗 这个要怎么写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里边定了一个 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 咱们知道一般都是私有 公有的 对吧 但是咱们就是私有的构造函数 私有的构造函数 就防止它拗了吧 紧接着我们要 定一个 能够让它实际化的一个方法 对吧 这个方法肯定还要是静态的 因为它已经不能拗了 你连个静态方法都没有 它怎么掉动 对吧 然后 这个静态方法返回什么呢 返回它自己本身 对吧 名字叫什么啦 get instinct 其实这个 这个防止 这种 这个设计模式 咱们写成语里边 经常会碰到 有些对象 你不是溺出来的 对吧 就有一些你是用 比如说它就是什么 getinstinct 然后在这里边还要有一个 这个变量就用得着了 我们要把它改一下 这个 这是个静态变量 是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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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